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方丈 今天的诵经 已经送到十定品 早上的时候 还是送到十定 不是十定 早上送到十定 现在好像上一阵 是送到十定 十定品 十定不长 长到登地 这一段时间来 今天已经是第十二天了 师父在今天常常 大概有十天 有一天是没有开始 出十五那天 有十一堂课 已经跟大家稍微 就把这个根本 佛门中的本来修行的 真正的下手处 让你念念回光 让你去念念去认的 那个本来面目 那种行为 我相信大家在心中都有了一个最初步的概念 也就是在你每一个念头起初里都要去直指他的决心 但是让你去直指那个决心都还不是佛门这第一异地 都还不是佛门中讲的根本的道理 那都是方便接引而已 你估计在静色现前之时 你随着静色的幻觉去流浪 为了如是流浪的夜感众生 方便才说 让你在所有一切静色起初 你要习惯 先要知道它其实是静体 因为在静色的一切起初 你都明白是静体时 那静色起初 不管它势力多浩瀚 多浩大 势力多强 你就会慢慢慢慢 你就会慢慢在静色之中 你就能够安住自信 你就会看到那些势力在你的眼前马上消闲 这只是让它 让它亲近它过去的夜里而已 这只是让一个流转的人 它最初的初步回头而已 静子体 正在照射之时 你只是要知道静体而已 正在照射当下 你只是要知道静体 那虽然你说那个是一 可是在潜在行为之中 维系上面 那还是二 那还是不够究竟 所以金刚经才会说 一切圣人在无为法中而有差别 就是你能入到这无为法 这无为法上还要再分 剑刺金刚心中的次第差别 你能明白那些静色起初是静体时 那个静色它自然就没有换力让你流转 但你要是真的还有一个静体可住 你纵然说站在这边 你说我见到静色就是静体 你纵然已经好似说出如是的声音 可是你毕竟静色静体 两个这个两个名字在你心中啊 还没有真正的圆融 融融 还没有圆融 那圆融的时候 你何必还要说静色就是静体 连这一句都多 连这一句都不必要 所以叫做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 你方得见得一丝消息 你才能看到你真正的大觉的心地 所以见到这个大觉的心地时 那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静子照色处嘛 何必还说色就是静体 那种心中的称量 那种担当 已然根本不必再跟你分别静色静体了 全然静色其处 你还要再讲一个静色就是静体 纵然你有这种声音 好似比一般凡夫 还有一点智慧 但还是属于什么 还是属于叫做法治 还是属于法治 所以你能够明白担当 一切作用当前 就是你本来面目 静体静色 再觉再感觉 一切名字全部打破 那叫灯地 那个叫灯地 所以中国字写的那个字多好 地怎么写 地讲土也 一个土 一个也 土是什么意思 土啊 上面是一个十 十方的十 下面是个一 但是这个一比较长 为什么那个一比较长 这个字的字项里面 它要写的就是这个一中的后载 它能够一中 能够后载十方 能够后载十方的变化 就是土 土有后载 你能看到心中 那个根本的一性之中的后载 所以一切十方圆明处 哪怕是东方的亲民 在西方的成就 南方的种种的下心的赤城 北方那种上进心中的掌养 东南西北四方四位 都有其标法 都有其作用 你清清楚楚时 其实就是那里的一心的心地所成 就是那个根本心中 能够入一切十方作用的那个开始 所以那叫土也 土能养万物 土能养万法 叫土也 那干嘛讲也呢 也在中国字上讲知乎者也 都是语莫词 表示在这个作用现前处 他就能够随缘 他能够现其莫 随缘就能够趁其圆满 趁其圆满 叫土也 土也就是一个人真正什么 一个行者真正那个智慧的担当 那叫登地 所以登地以后 不再跟你说什么绝不绝 还让你从感受之中回头 还要知道有个绝体 那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佛说过去说法时 就是还没说到法华 涅槃兔时 他都跟你说 之前说法都不是第一地 都是方便结义 到了法华涅槃兔 一提打破 名字都不能理 全然打破 你还有潜在意思里面 还有一点名字可立 表示什么 表示你心中还是不能够圆满 没有荣荣 所以讲到那个圆满荣荣 你看宋经那个道理 就是让你知识慢慢去体会 一个行者 那个智慧的融通 他当然需要一些前面的方便 前面的阴身接引 那你永远要知道 前面的阴身 跟前面的方便 它就是接引啊 真正你将来 真正能够圆存这一心时 那接引像中 那就是什么 那就如同金刚金甲 如伐欲者 伐就是那个船 你自然连这个接引的像 什么绝啊 什么色啊 什么静体啊 这些批语全然方向 坦荡全心献全处就是嘛 讲到全心献全处 都还多词一句了 多词 这个声音 所以那叫登帝 所以这个心中的根本智慧 叫金刚藏 就叫金刚藏 出 藏有两种像 它能出于世人 就出 它可以开 开示的是 能够 就开示于大众 出于世人 第二个 它必能 富能长吉 它在富足之中 它是念念之间 根本心中 从来不失的宝藏 叫做藏 但是出去时 它就能够利益一切万物 一切世间的种种 庄严称量 都是它 所以叫金刚藏 但你有没有发现 在十地以前 所有的十回像 都是菩萨自说 金刚藏菩萨自说 功德灵菩萨自说 法会菩萨自说 可是到了十地品呢 是解脱乐菩萨 请问金刚藏 为什么在这一品中 却要如是 把心中的维系 它却把你勾勾勒出 这样维系的种种 文字上的庄严的不裂 因为金刚藏 是你根本的大名 它就是要让你担当 能够登地的 所有的一切的作用 现前处就叫解脱乐 就叫解脱乐 现前处随缘处展 就叫解脱乐 乐是什么意思 乐啊 有月亮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什么时候 在黑夜的时候 黑夜才有月亮 在晚上才有月亮 白天你是看不到月亮 也就是众生在一些感觉之中 你要是活在感觉的时候 那觉就 觉就隐末 觉心是隐末 其实觉跟感觉啊 就在那一点上 那是一体两面而已 你看到觉时 一些感觉都明白 那叫大日 所以就称大日如来 可是你正在感觉上呢 那似乎好像觉就隐 就是这样子 一隐 一个隐 一个险 在一点上 同样的一点上 有一个隐 一个险 你才会觉得 觉心的活泼吗 假如同在这个点上 我有感觉的时候 觉心还挺在后面 那不就是二觉了吗 觉心就是感觉 感觉就是觉心 所以你全部变感觉时 你就感 你就觉得好像 你觉心就隐末 然后感觉就完全现前 就好像镜子 跟镜色一样 镜色显出 你就感觉 镜体就隐在其中了 隐末在其中了 所以你感觉到 全部镜体都是镜色 可是全部镜色 就是镜体啊 你要知道镜色 是镜体时 那镜色的感觉 就好像慢慢慢慢 又淡薄了 镜体的感觉 又在你心中 就现前了 觉心跟感觉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叫一隐一显 一增一掌 一消一掌 这个世界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灵敏啊 才能够活泼啊 它就是一体啊 因为它不是二 从来不是二法 所以它才会有一消一掌 一隐一显 那是一体 它才会是如是作用 所以月亮都是在黑暗中现的 都是在黑夜中现的 决心度到感觉时 决心就是你 决心在感觉处啊 决心就是隐末时 隐末处你还有感觉啊 那个感觉就是什么 如同夜明 夜中的明 你虽然有感觉 但是绝日隐末 绝日醒了 如同夜明 那个月亮啊 它不制造的 月亮它不制造 不是自己在那边发光的 它是借太阳的光 才有月亮的 感觉也是告诉你 它不是自己觉得的 它是借觉才能现的 才是感觉 所以一切感觉 现前处叫解脱月 但解脱月的 左种智慧现前处 它是念念看着金刚藏的 金刚藏念念的 所有一切 星星的流露处 是处处都显出 解脱月的庄严的 所以就在这一星的两面上 它彼此互相问答 解脱月问金刚藏 金刚藏答 解脱月 你要是常常运用如是星啊 你也就知道什么叫 持地菩萨 你在一切感觉现前处 感觉一定还绝啊 就像月光一样 在感觉现前处 念念不要忘记 它就是你根本大觉性体的 金刚藏 就在大觉的性体的 金刚藏上 你不要去忘记 它就是现前 随缘现在的一切的解脱月 你在解脱月上 念念之间思维金刚藏 叫解脱月问金刚藏 在金刚藏上面 你要都知道 就是你随缘的解脱月 叫金刚藏答解脱月 你这二心根本的两种智慧 清清楚楚时 你就叫做登地 就是实地 就叫登地 所以你不要想看 这个佛门之中的经典 你读它的时候 最初读它 好像都是文字啊 都是一切 好像根本不是这个世间的事情 不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故事 它就是讲的 就是你心体之中的本来念 它讲的就是法界 法界就是没离开那念心 你看得到这念心作用时 你才知道在这一念心 什么样不同的角度上 什么样不同的智慧里 它给它什么样不同的菩萨的名字 或是诸佛的名字 大决心体那个佛 决心就叫做佛 佛就是一个 叫法身体无折扰 可是现前处呢 东方有东方的七名相 所以东方有东方佛 在东方也有绝吧 绝现东方时 其实还是绝啊 只是在东方显出 东方绝叫东方佛 于是在东方 它就会知道西方 在西方有西方的绝招 就叫西方佛 所以东西南北 连中五方都有佛 你能够明白 在一切决心 现东现西 现南现北现中 其实就是一个决体 所以一个决体是 匹奴者那 但是一个脊椎体 它一定能够处处视线 大决的作用 叫做五方圆明 到五方佛 你要想要找到 这一个匹奴者那 你是找不到的 你圆明五方佛 你住的就是匹奴者那 就好像一个向善的人 你要找到那至善的心 你找不到的 你圆成一切 世间善行 那就是你至善的亲近 所以华言经开宗 就告诉你 世界主庄严 世主妙言品 所以心就让你直接担当 不必再跟你讲 说一些感觉之中 回头还有个绝 在镜色上面 还知道一个镜子 镜色上面知道是个镜子 是跟我们这种凡夫说的 先让你回习惯 先习惯什么 先习惯你在你过去的一切 直受这么刚强的感受当下 先给你一个很大的 疑情的感觉 打破你现在的意识 因为你要起这个疑惑 不然你一直抓到眼前的感觉 你根本难以放舍 所以给你一些医生 是让你起种种疑情的 那疑情起来时 你才能够放下 眼前的种种幻想执着的 所以整部经你要看懂 是他就是法界两翼 他就一直不断地 就是在为你行者 为一个凡夫行者 就在这个皮囊之上 就在这些凡夫的意识当下 你居然还看到 你心中就是有如实的宝藏 你心中就是有如实的作用 他从来不是 那将来你才会相信 从你现前这一生中 还没有舍抱 没有舍抱就是 我们还没有往生 你都会相信心境不同 就在这个世界上 跟你过去感召的都不同 连清源阵鼠变化都不一样 你才会相信 世界原来都是唯心所限 那你也才会相信 现在所执着的 这个我的感觉 这个皮囊的感觉 是如是的粗糙跟虚假 因为我觉得我 那个绝都不落那个我 已经都用在那个绝中了 但是你不会觉得 你现在我们是凡夫的 这个心念多可怜 我在绝得有我时 我们那种刚强那种执着 就抓着我 抓着这个感觉是我 这个皮囊是我 抓着这个上面 一直觉得我就是这样 但是又仔细思维 你真的就是这样吗 好像又不尽然吗 你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变 这个肉体都在变 你都抓它不得 你都控制它不得 你每一秒每一秒都在变 那你到底是哪一个 连皮囊那个你都抓不住 再一个 我觉得那个我 我觉得那个我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都还随皮囊变 我的感觉的那个心体也 随着一秒一秒再变 那我的感觉也抓不住啊 不但物质上抓不住 精神上你也抓不住啊 你到底是哪一个 你从来没抓住过 你是哪一个 所以孟子才会跟那个 颜回讲 见心 心就是新旧的心 孟子跟颜回说 回啊 见心 就是颜回啊 看见心 交臂 我们两个擦肩而过 已然你看的 就不是刚刚的我 就这一插摩中 你已然见的就不是我 过去的行者 过去的智人 世间的圣贤 见生命的插摩插摩 我的心心生命 是这么样的心境中的维系 他能够看到 心境之中的 心心生命的变化 他能知道变化的 他还会像我们 像凡夫一样 这么刚强执着于 现在的感受 知受不舍吗 因为你能够放下 那种直受时 你才能够真正体会 到世间跟生命的 心心变化 你才是真正体会 生命的人 你才是真正 在这个世间上 叫做不须 在这来过 这不须此生的人 不但不须此生 你在将来生中 还能够处处建立生 生这个字 生 既然是生 我们常常讲生 我们要求往生 求生 生这个字 既然讲到生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生生不息 才能叫生 他一定是心心不息 才能叫生 生若是已经是个固定的像 生若是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状 生若是 他一就是从头到尾 他就是那个鸭子 那个叫木头 那个不叫生 生就是生生不息 心心不息 那你才能感觉到生 既然在心心不息中 生生不息中 你同时感觉什么 有面 前面生灭 后面生 生 你才会觉得生命不断地 在那边不断地现前 才叫生生不息 所以生跟灭 永远是一体的 可是就在这生灭 原来是一体时 有福德的人 在这一面灭处 他看到都是下一面生 所以他会觉得 世间处处充满希望 因为这一面灭处 他都会知道 下一面在哪里生 处处充满希望 没有福德的人 他是在这一面深处 都感觉到什么 下一面要灭 所以处处 他都不想活了 处处暗顿 同样是生灭 你有没有福德 你这样的角度就不一样 那生灭 其实就是那一面 就是那一面心 所以站在根本 绝体上就是金刚造 站在种种作用之中 就是解脱缘 这都是什么 都是根本随缘的 大照现前处 但这个大照现前处 它是什么 它是至真 至高无上的至真 你在一切感觉现前处 我们都习惯抓着 感觉的下帽 以为感觉 但是古人 还不要说佛门中的行者 一个解脱的行者 用古人 用儒家的思想告诉你 在感觉之中 真正懂得感觉的 你会发现 感觉啊 就讲感觉这个字啊 你也不能拿随便一种 某一种感觉的形象 说它是感觉 你不能拿任何一种形象 来量感觉 因为感觉不是哪种形象嘛 在喜也是感觉嘛 在怒也是感觉嘛 喜中哀乐 种种变化 都是感觉嘛 你今天能够说 那感觉是喜吗 感觉是喜 喜的话 你就不知道怒了吗 那你说感觉是没感觉 那没感觉 你怎么知道喜呢 甚至于没感觉 你怎么知道没感觉呢 那你说感觉是 可以并生 并生就一起生 喜爱乐可以并知 并知的话 喜来的时候 怒哀乐也要现前啊 怒来的时候 喜爱乐要一起现前啊 你有没有看到人 一个人正在喜时 怒哀乐也现前 他不是忽喜忽忧 他是同喜同忧 同怒同爱同乐 这个人叫神经病 所以连感觉 你都不能拿任何感觉的像 去亮感觉啊 所以心性随缘现前处啊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感觉 他们入世的大照现前处啊 在实地就叫解脱缘 在你根本潜在的意识里面 这个感觉它非常种像 所以它叫维系 非常维系的 但是它随缘现出 种种像中的感觉时呢 在喜在怒 你就会觉得喜感受很大 怒感受很大 随它成员 就是红尘的成 成员随它现前的感觉 是像旁然大物 这么大的感觉 可是这么大的旁然大物的感觉 它只是像而有 它只是喜像 怒像 能感觉的那个 还是最维系的 能感觉的那个决心 不要讲决心 能感觉的那个感觉的作用 它还是不属于像 你知道吗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你入世的 根本至真的心性 你就能入世嘛 你这个心就能够起一些感觉嘛 就像我刚刚讲实地 你就要担当它就是现前处 就是你根本的亲近处嘛 不必再跟你讲近色 还是在近体了 就直下去让你担当 子的近色 不必再跟你说近体不近体 子的近色 你知道吗 全部的面貌 子的一些感觉 你能够明白 在一些感觉之中 我能感觉的那个心 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超越一些感觉了 所以我才能现一切感觉啊 假如我已经跺在 某一种感觉上 我跺在喜 那你就永远只是喜而已了 我跺在怒 你永远只知道是怒了吗 不是嘛 你可以每天二六十中 二十四小时 随你的与因缘 缘起不同 你的感觉千变万化 所以你才会觉得 人生多彩多姿嘛 然后一天到晚说 我感觉这样 感觉那样 可仔细思维 那个感觉 它又不是你能抓得住 连我 跟我的感觉都抓不住了 何况还是 从你抓不住的 这个我中 其他的种种感觉 你能抓得 所以你会发现 它只是随缘嘛 元气浓的时候 你好像受它的束缚 元气弹膜的时候 你刻意要把它抓回来 一点都抓回来 抓回不了 就好像男女之间 谈恋爱的时候 到失恋的时候 心中的痛苦啊 很浓 很浓 那时候正在授业 那元气还很浓的时候 痛苦啊 再过了三年几年以后 刻意说你痛苦 再痛苦一次 我看看 他痛苦也痛苦不了了 对吧 他想刻意想掉一滴眼泪 挤着眼睛 结果就掉不出来了 想刻意痛苦 再也痛苦不起来了 元气三尽 这就是缘嘛 所以在你的感觉 现前处 那个能感的叫什么呢 就是你心中 能够入世界的 至真之状 所以那个 它不是一切像的庞然大物 在感觉的像中是庞大 是大的 可是现出那个像的都叫什么 都叫同 同真的同 所以释迦牟利佛过去世中 叫如同菩萨 也就是你大决心体 在每一个念头起处 叫过去世 因为现前的感受的像 叫现在 那能现它像的 你是看不到的 就像刚刚讲 那个决心会隐的 你看不到的 那就叫做过去 叫如同菩萨 那为什么叫如 就是儒家的如 如同 所以儒家这个字 它是一个人的 一个语一个儿 如就是什么 入世 已经看到人了 所以我常说 世道如 三个字 它都是什么 都在心中 你要是真正明白心法的人 世道如 你才能够把心中这个作用 一步一步 见次讲得清楚 世 就是释迦牟利佛的世 大决心性 它一定能够随缘开步 就像大方广博 华言 华言就是开步 就是开世 开世就是释迦牟利佛的事 开步叫做是 所以那个是叫做体 正在开步当下 它就是一切万法的头首 所以万法的头首就是道 所以道字 一个手 一个走 走就是它能够入一切万法 叫措子跑 它就是手 你不要忘记它的根本 因为你不会忘记它的根本 所以你才能够入到种种世间的作用 世间就是人 一切法要人来历 所以在旁边一个语 一个儿 语就是能够安部 能够论则 对吧 儿是交换意 对吧 儿以儿就交换 在感受中交换 所以世道如 你要是在心性中看 你就发现这三个字排得刚刚好 对吧 从体中说到法相 法相中说到入世间的用 所以叫体相用 三法清清楚楚 现在有人刻意如是道 对吧 那就错了 颠倒 那是颠倒 连名字里都颠倒了 对吧 甚至于还叫做 过去叫做不要杂乱 只要依据阿弥陀佛 现在如是道了 你干脆就如到事算了 把释迦牟尼佛再往下压一压 对吧 显出我们大悲不很好吗 对吧 这叫做 现代人妄想 用知见中妄想 他就是搅乱了 根本大法之中不教你 就教你那些杂业 就是世间阿弥陀 就像昨天有菩萨问我 那弟子规那些有没有用处 有啊 你知道要向善事 你知道要学一个学问时 你可以顺便去读读弟子规 更能够增添你的信心 你的目的心 明白你的发心 是可以的 但是你却把弟子规当成唯一的必尽 就错吧 你上学读书 你只是为了读学校规吗 那你说我读书 我是个好学生 我不能看待校规 可以啊 你是好学生 当然能够明白校规 你当然愿意用校规 更能警惕 让自己做个好学生 你拿校规警惕 自己做个好学生 校规不是必尽吗 但是世间上 你仔细现在听听看 那些讲弟子规的 是根本告诉你 弟子规就是必尽 讲弟子规的那个局势 从来他也不懂佛法 可是在西方 却说他是什么 他是说他阿弥陀佛那边 再来的菩萨 那是开玩笑 这是世间的开玩笑 师父不是要讲这个 马上转过来 所以这是同 这个同中啊 它是一切感觉之中的 至真之下 没有这个感觉的 这个亲民的同真 它也显现不出 随缘所现的种种 庞然的种种大象 庞然的种种感受 所以这个感觉 他才能够启成一些感受 如果是你坐在那个 庞然的感受 什么叫庞然的感受 你随缘所说 那个感受都是很大的 那都是庞然的感受 这喜啊 喜是很浓烈的 怒啊 怒是很浓烈的 在这么样浓烈的感受里面 你会发现 它都是从哪里 从那个能感受的 那个心中现的 所以能感受的那面心 叫做真 所以那一面心也叫什么 西达多 西是骗之意 达多是骗之一切 西达多 所以他是太子像 所以释迦牟尼佛 那个出生时 就是这一面心 智慧现前处叫出生时 他都叫西达多 他出生时 他一定在哪里出生的 西达多就是 他能一些感觉了 所以在 这个可能讲起来 你们比较听不懂 但是师父还是要说 这一面能感觉的那一面心 在佛门之中 他就叫做阿赖耶 根本心中的真如 他能够什么 能够随缘献种种生灭时 就是阿赖耶 但是在这个阿赖耶中 他其实就是如来造 可讲到他能够随种种生灭法 与生灭合合 就叫阿赖耶 所以这一面西达多 在阿赖耶中 他就叫八世 第八世 他是没有什么像的 所以是同真像 所以他献前处一定是什么 他踏着七世向前 所以西达多 脚踏七朵莲花 他的七世向前 七朵莲花 你每一个念头出去 你会发现 你那个至真的 同真的 那个根本的相貌 是他的七世向前的 然后呢 他是随什么 他是念念之间 是被谁灌木的 是九龙涂水 什么是九龙 九法界 龙是什么意思 龙在中国 其实不单是中国 在印度也讲 龙是什么 龙是行云不雨 叫做龙 你要是求下雨 就求龙 行云不雨 他叫龙 也表示这一面西 入到世间时 他能够行云跟行距 能够行不 能够一切万法时 行不万法 那就叫做龙 所以这是九法界的龙 用九法界的滋润 来滋润这一面 也表示这一面之中 他能启成九法界 那也是九法界的清净 他能够灌木这一面 所以为什么 遇佛的时候 遇的是西达多 他让你念念之间 这遇佛你不要看 每一个法会之中 就好像摆阵一样的 这里面每一个像 都不能乱摆的 你虽然不懂道理 就好像摆阵 当兵打仗摆阵一样 你都不能乱放 乱放就失去了 里面的精神了 那就是要你拿 你要学 行者要学 你拿的是九龙 所吐的那个水 灌木太子 从头上开始灌 灌太子地 那个太子就是什么 就让你在九龙 九龙就是 你任何念头之中 其实就在这九法界 弟子在每一个念头的九法界 所流过的种种 一切感觉的 如同大水一般的滋润上面 我念念要回头看到 它根本就是 我这个所有一切感受之中 至真至善的通真 西达多像 叫灌木如来 我今灌木珠如来 所以你现在也不能把西达多换 换一个什么抉择再灌 你是根本不懂那个道理 那乱换 那个不能换的 这个当兵打仗 这个挣钱的数学器安置 是不能乱换的 所以一定是西达多像 而且那个西达多一定 一手指尖 一手指地 将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过去你不懂道理时 你讲佛门都很自大 对吧 释迦牟尼佛出来 当然说天下就是他最独尊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今天你知道是心进时 你才知道 这一面心 他现前的一切感觉 祝真的一切感觉 他就在天上天下 因为没有离开过三界 感觉就在三界 那一切三界的感觉 就是这一面感觉先前的 所以一切感觉 三界的感觉 都是什么 以他为尊 以他为首 所以天上天下 你觉得清静的感觉 跟下 觉得最感触的感觉 都是能觉得 根本 同真 智真的心 所现前的 所以那个同 是智真 你要明白那个心 叫做知道那个因 希望把那个因 种在心中 就叫同恩 就叫同恩 你要明白 他发什么心 不但小孩子 要明白发什么心 大人也要知道 你家里有个同恩 你也要发同恩的心 你要发那个供养西达多 供养太子的心 这才是什么 这才是真正 你会发现 原来佛法在世间上 哪怕他呈现出一切遗鬼 他都没有半点迷信 他都是念念之间 假借一个行者 现前的行为 现前的摆设 用现前的摆设 他念念之间 他不断地在影像之中 或者在声音当下 或是在你接触当下 哪怕是见色 哪怕是闻香 哪怕是听神听闻音声 哪怕是接触 其实六根六尘 色受响形式 色身相为触法 六尘 他都是传法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 他不见得要跟你讲声音 也不用跟文字 去跟你去沟通道理 跟你唯一种香 你旦闻其香 你已经已然改变心境了 有的时候不见得用文字语言 跟你沟通的 跟你接触 你摸到某种感觉时 你就已经知道惭愧 忏悔了 所以六根六尘 都是传法处 既然都是传法处 所以假借世间的庄严 假借你的行为 假借你的接触 假借文乡 假借典礼 假借一切 其实将来 在你心中中的旧事 你能够回头 能够归家的那一面 心中的体会 所以明明那一面之中 那个根本置身的心 叫希达多 那是同底相 可是你要追逐那个相 追逐那个感受 那叫大 追逐感受 就叫做提 你就抓着那提 那随着感受 去波动 随着感受波动 有一个波 那波动就叫做女 女相就叫阴 一个波一个女 叫什么 婆 所以提婆达多 专门害婆 提婆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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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种子像 提婆达多 就是大人小 就是你把这个感受 抓的 所以讲提婆达多 一定跟希达多 是什么 是堂兄弟 一族所生 为什么 就在这一点两面 你看对的就是希达多 你看错的就是提婆达多 你看成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 就害了你的希达多 处处害婆 你要在这个感受上 不断地去什么 去不断地追逐 你在这个上面 不断地在这个心中 一直不断地在这个上面 还在筹量 就是内言经讲的 眼若达多 眼若 眼电影的眼 你好像在这边 这个这边在造作 眼若达多 眼若达多 就是你永远 就还找不到决心了 所以叫做什么 迷头认影 这都是达多 但是达多上面那个字错了 那个达多 多就成了众生流转处 都是感觉 你跺在那个感觉就到多 跺在那个感觉多时 它却成了流转 你明白那个多时 你还能够回头 照见你的本来面目 我们和尚已经站了很久了 我再达多下去的话 我就变提婆达多了 大众起和尚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顾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奉命